欢迎来大家好,我是风干花卉 磷酸二清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用来催花的磷甲肥料 特别是三角煤,为了让它多开花或者是开出直见花不见夜的状态 经常在它的花期和催花的时候使用磷酸二清甲 磷酸二清甲的效果虽然好,性价比也比较高 但是使用的方法和时机要正确 如果方法不对,不但没有效果,还会白白地浪费时间和肥料 如果频繁和过度的食用,或者是长期的食用这一种肥料 甚至有可能对三角煤造成伤害或者是出现浆苗的现象 比如前几天就有一个花游问我 说自己家的三角煤在今年春天给它画过花盆以后 一直到现在为止,有两个月的时间了,既不开花也不发芽 出现了浆苗的现象 问我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怎样解决 我首先问了它的盆土、胶水、光照和养殖的温度环境 根据它的回答,我感觉问题都不是很大 后来呢,我就跟它讲,你给它试点肥料就可以了 没想到它给我的回复就是 它在每次给它浇水的时候都放入了032青甲 意思就是说肥料已经试过了,但是还是没有效果 这位花游就是把032青甲当成了万能的肥料 032青甲在给花卉使用时 仅仅是作为催花的肥料来使用 如果是小苗期、生长期或者是频繁地使用 它还会抑制植物的细胞生长 影响植物枝叶生长的速度 所以说如果不是在花期或者是不想给植物催花的话 最好不要使用032青甲 使用的最佳时间就是在花前20天到一个月 可以每隔7到10天使用一次 使用的浓度一般为千万之一 对于制开一季花的花卉来说 当它的花包打开以后就可以停止施肥了 不过呢,有的花卉开花时间比较长 比如像三角梅,它是属于一个边开花边云与花里的植物 像这种类型的花卉 只要看见它还在生长新的小花包 就需要继续给它施肥 在花期施肥的浓度可以改为千万之0.5 但是需要该其他的肥料同时使用 比如负荷肥、花刀的二号和微生物菌剂 这几种肥料可以轮流交替使用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三角梅开花的状态 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这种方法来给它施肥 因为它在这个时期不光需要领甲肥料 同时也会需要其他的营养元素 如果是使用肥料过于单一的话 就很容易引起花期的锁短 当它开成这个状态到了鼎盛期 就可以停止给它施肥了 在这个时期如果还要继续给它施肥的话 反而会锁短它的花期 再就是给三角梅催花也要讲究一个季节 最好的时间段就是在秋、冬、春这三个季节 到了每年的夏天六七八这三个月份 一般是三角梅生长的季节 这几个月份它的枝叶生长得特别的旺盛 不适合翠花 就算开花它的花量也是特别的少 再给三角梅使用零三二青甲翠花以前 最好是先给它修剪一下 然后给它使用大林甲比较均衡的负荷肥和微生物菌剂 再给它浇透水让它充分的吸收养分 在这段时间内需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十天以后再进行给它控水 有关于控水的方法我在昨天已经讲过 在这里呢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在控水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它长了小花苞 或者是发了新芽 这个时间就可以给它的盆土浇灌零三二青甲 当它的叶片展开以后 也可以同时给它的叶面喷湿零三二青甲 在喷湿的时候最好是叶片的正反两面都要给它喷到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当它的花苞逐渐长大以后 在给它湿叶面肥的时候 最好不要喷到它的花苞上面 否则就很容易引起黑雷落雷 好了 今天有关于零三二青甲的使用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蛋鼓励一下吧 特别感谢欢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